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是山宁海尔 迪恩海尔 会者范雷运 译者黄晓英 字母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读书共和国出版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系列的故事哦 这是第一集 赶快来收听吧 故事开始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呢 叫做木兰花公主 这一天 木兰花公主正在和假法塔公爵夫人一起喝热巧克力 吃英国松饼 热巧克力很烫哦 英国松饼很甜 窗户外面吹来的微风 温暖又舒适 木兰花公主说 您能够来拜访真是太好了 不过真是有一点意外 嗯 我最爱去朋友家拜访啦 假法塔公爵夫人说 每次我都能发现秘密哦 诶 听到这个时候呢 木兰花公主 她很惊讶地说 秘密 是的 秘密哦 比方说东西到处乱塞 柜子里面藏了骷髅之类的事情哦 啊 柜子 木兰花公主吓了一跳 不小心被热巧克力烫到舌头了 窗外的微风不断把拳拳的法丝往她脸上吹 吹呀吹的 公主原本还能自得其乐 突然呢 开始紧张了起来 就像公主你 看起来好像很完美 假法塔公爵夫人往木兰花公主靠近一点这么说 不过 我想每个人都有秘密哦 木兰花公主拍掉了粉红色的蓬蓬洋装上面的英国松饼碎屑 她希望自己看起来镇定一点 因为她真的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哦 一个她不希望被任何人发现的秘密 尤其是爱管闲事的公爵夫人 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木兰花公主的闪光石戒指响起了警报声哦 嘿 是怪兽警报 木兰花公主呢 默默祈祷 千万不要是现在 哎 那是什么声音啊 假法塔公爵夫人这样问 哦 可能是鸟叫声吧 木兰花公主很紧张地回答 她真希望借着发出的声音像是鸟叫声一样 可惜的是根本就不像啊 哎 真是奇怪的鸟啊 公爵夫人越来越怀疑了 可 可能她生病了 木兰花公主冒着冷汗说 我 我去检查一下哦 这时候呢 木兰花公主呢 优雅地走到了门边 脚下的玻璃鞋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 哎 你打算就这样把我留在这里啊 我 我很快就回来 好 等我一下哦 她给了公爵夫人一个甜美的微笑 然后轻轻关上门 接着呢 她赶快拔腿就跑 哎 一般的公主 应该不会这样拔腿就跑吧 而且一般的公主 也不会把粉红色蓬蓬的洋装 塞进工具间里面 还有一般的公主 应该不会穿黑色的衣服吧 而且公主当然也绝对不会 划下什么秘密通道 然后呢 翻过城堡的外墙 大部分的公主呢 也不会住在怪兽国的附近 打击怪兽这种工作 一点也不适合完美端庄的 木兰花公主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的 木兰花公主呢 她真的不是一般的公主哦 她刚刚呢 马上拔腿就跑 而且呢 她换下了粉红色 蓬蓬洋装塞进了工具间里面 然后呢 穿上了帅气的黑色衣服 变身成功 接着呢 再划下了秘密通道 然后翻过城堡的外墙 马上跳出城堡外墙 没错 这就是木兰花公主的天大的秘密 她有一个秘密身份哦 就是黑衣公主 很帅气的蒙上黑色眼罩 还有黑色披风 帅气登场 哪里有初心怪兽呢 那就交给黑衣公主 同一个时间呢 院子里有一只帅气又可爱的独角兽哦 她叫做酷麻花 她正在吃着苹果 她甩动着闪耀光芒的尾巴 踩着帅气的金色马蹄 微微摇晃了一下眉毛上方的脚 诶 这时候酷麻花的闪光石马蹄铁 也开始发出声音咯 使怪兽警报 她慢慢的往城堡的墙边呢 退了三步 一 二 三 她左看看 右右看看 很好 现在没有人在看她 接着呢 酷麻花快速的 钻进了秘密通道里面哦 旁边的苹果树呢 竟然打开了一个洞 酷麻花独角兽就这样跳进去咯 咻 她甩开头上的脚 将金色的马蹄拖在一旁 接着呢 甩掉亮晶晶的马中和尾巴 当她从城墙另一边出现的时候呢 她不再是独角兽酷麻花 她是黑旋风 黑衣公主的中心小马 黑旋风登场 这时候黑衣公主呢 刚好翻过了城堡的高墙 很顺利很快速的 这时候呢 地底下面的怪兽国呢 大蓝怪肚子饿得不得了了 怪兽国到处都是怪兽哦 有的很小很迷你 有的很巨大 有些怪兽呢 比大蓝怪还要大 这些怪兽呢 把所有能够吞下肚子的东西呢 都吃得一干二净了哦 怪兽国的天花板呢 有一个洞哦 山羊的味道 会慢慢从这个洞口飘进来 闻起来就像是毛茸茸的羊 胖嘟嘟的羊 香喷喷的羊 大蓝怪忍不住口水直流哦 哎 好像有谁规定过 所有的怪兽都不可以 从这个洞口爬出去哦 哎 没错 好像是有这个规定 可是大蓝怪 不记得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规定 难道是因为上面的阳光 太灿烂了吗 还是因为上面的空气 对怪兽来说太清新了呢 哦 应该是其他的理由吧 不管是怎样 大蓝怪已经饿到想不起来 到底为什么不能出去这个洞口了 他决定要往上爬 这个洞口的上面 有一个照顾山羊的男孩 叫做达夫 大家都叫他山羊达夫 达夫很喜欢山羊哦 山羊有像蜂蜜般的棕色眼珠子 松松软软的耳朵 还会发出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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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哦 所以达夫不喜欢那些想要吃掉山羊的怪兽 就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间呢 一只蓝色的手臂从洞口探出来了哦 达夫拿起手中的木杖准备要防御 不会又来了吧 一只蓝色的怪兽努力的想要从洞口钻出来 哇好大一只啊好大 这个洞好小啊 怪兽突然大吼超级无敌大声的 达夫吓得扔掉手杖 双腿直发抖 救救命啊救命啊 哇哦 他喊到声音都哑了 这时候呢 远处传来了小马丝丝的叫声 小朋友小QQ们是谁来了 没错 黑衣公主来了 黑衣公主呢 骑着马过来了 黑衣公主终于赶到了山羊草原 这时候呢 大蓝怪呢 一只手抓着一只山羊 左手抓着一只 右手也抓着一只 然后张开了它 超级巨大无比的嘴巴 准备想要把它们吃掉 哇 嘿等一下 黑衣公主骑着黑旋风 快速地跑向了大树 同时间呢 黑衣公主抓住了一根树枝呢 从小马的背上 荡到了树上 大蓝怪 你为什么要从洞口跑出来呢 吃山羊 不可以吃山羊啊 我要吃山羊 不准不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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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吃山羊 千万不要乱来啊 你这个大怪兽 大蓝怪先把山羊放到旁边的小树下面 然后将黑衣公主占的那一棵树呢 从地上连根拔起哦 黑衣公主一个后空翻 跳到草地上 她按了公主权杖上面的开关 公主权杖立刻变成了一根长棍子 咻 大蓝怪发出了怒吼 把树甩了过去 公主举高棍子猛力一挡 黑衣公主和大蓝怪展开了激烈的大战 黑 黑旋风 公升月旗 公主纵身一跳 踩着黑旋风小马 跳了起来飞了高高 黑衣公主跳到了大蓝怪的头上 嘿我跳 让你晕头转向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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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公主趁这个时候呢 用绳子呢 把大蓝怪的两个耳朵上面的触角呢 把他们绑起来了 然后再快速的跳下她的身体 接着黑衣公主拿着她的权杖 我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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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敲敲敲敲敲敲的你眼冒惊心 大蓝怪被黑衣公主整个捆绑动弹不得了 躺在草地上面 放开我 放开我 黑衣公主成功的制服了大蓝怪 其实如果运气不错的话 黑衣公主通常就可以很快就解决了麻烦 刚刚在城堡里面的是谁 大家还记得吗 假法塔公爵夫人还在木兰花公主的城堡里面 她的城堡里有很多很多的秘密 尤其是工具间里面 黑衣公主这时候又想到了 希望公爵夫人不会在她的城堡里面四处偷看 发现她的大秘密 黑衣公主这时候又要赶快赶回去城堡里面了 想要了解知道更多公主出任务的故事呢 欢迎大家去购买公主出任务的系列书本 上网搜寻公主出任务 就可以购买得到 公主出任务 公主出任务 打 打 lo in lo in